中間的沙灘收起來的陽傘 這裡是墾丁的南灣 和連續假期的熱鬧比較起來 落差相當大 業者坦言 現在的訂房率 比連續假期前的平常日還要慘 沒人的時候再出來就好了 有人刻意避開了四天連續假期 選在平常日來墾丁 但看看先前不少民眾湧入 讓警察得拿著大聲工 在夜市裡做宣導 請大家保持好社交距離 甚至警政署長和內政部長 分梯南下指揮 同一時間還有細胞簡訊叮嚀 叫遊客別再衝擁擠的地點 被點名的墾丁業者說真的很冤 整個工廠產業 不是只有墾丁這個地方而已 全台灣各個景點 都是如此的狀況 呼籲不要再把墾丁貼上標籤 我想任何的標籤化 對整個防疫工作都不是 應該不是一個正面的方式 會很多地方卻很大 很空曠的地方 把它列入旅遊警示 這樣是不但是錯殺 而且發生的重犯 真的要抓的這些 應該警示的沒有警示 不需要警示的 反而是警示一大堆 反而這種假警報 或是這種錯誤的警報 坦白講對地方是有殺傷力的 被細胞簡訊點名的景點 台南市長回應 部分是戰地空曠的風景區 遊客比例算下來 並不算擁擠 重炮轟難道是假警報嗎 指揮官陳時中這麼說 防疫考量點出了十一個景點 但是陳時中強調 不只有這十一個地方民眾應該注意 只要是人潮擁擠 就要警戒的避免前往 阻絕可能的群聚感染 畢竟 嚴峻的疫情 得隨時應變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